小时候到了夏天我就特别喜欢吃汪汪碎冰冰 还记得当时我妈给了我一块钱去买它 结果路上的时候我不想去弄丢了 当我心急如焚的时候 我看到旁边有个乞丐 看样子是个年轻人 脚上还踩着最新款的耐抠 眼里有个几十块钱 一看就是出来体验生活 我就问他能不能借给我一块钱 也许是从来没有见过找乞丐要钱的 他很客气的要我滚 这可把我给气坏了 虽然我没有要到钱 但是我却得到了启发 要是我也当乞丐 是不是一天也能赚几十块钱 说干就干 我跑回家把新卖的衣服剪烂 然后再跑到泥坑里面滚了一圈 弄得跟个难民似的 但这还不够正所谓出门在外看绅士 做一个要饭的往往绅士越惨 越能博得大家的同情 所以我就给自己订了一个父亲欠债 母亲改嫁 每天还要拉扯着比自己小五岁的弟弟的人设 你别说这感觉一下就上来了 我差点都哭出来了 果然要饭我是专业的 然后我就拿着我爸吃饭的碗 坐在了刚才那个乞丐的对面 或许是因为我的外表过于寒酸 也有可能是我的身世过于凄惨 路上的行人纷纷给我投钱 而对于对面那个有手有脚的年轻人 充满了鄙怡 怎么也没有想到 因为不愿意借我那块钱 连饭都吃不上了 后来他哭着求我 让我收了我碗里的钱 以后别再来了 至此我仿佛找到了财富密码 每周定期的去找那些有手有脚 还来要饭的时候保护费 只要不交钱 我就在他对面原地要饭 就这样我赚得盆满钵满 但正所谓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 后来有一次我在家里吃饭 邻居跑来告密 我爸听说了我当街要饭的事情 当场回房间拿出棍子 就要打断我的腿 害得我赶紧跑出了家门 结果发现门口聚集了很多乞丐 我心想这下完了 他们不会来找我算账的吧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们是来感谢我的 因为之前有很多年轻人 有手有脚 不去工作装乞丐 那他们这些真正需要帮助人 得不到帮助 不过我的出现 成功赶走了那些游手好闲的人 我爸听到这里之后 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好家伙我的腿保住了 当时还有个代表拿了笔钱 说要帮助我们家 爸让他们留着 说自己家不缺钱 但那个代表却说 你们家怎么可能不缺钱 你不也是用那要饭的碗吃饭吗 因为我的腿还是没有保住